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慶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給通勤族的標股報告書 今天是11月22號 禮拜三 以下就今天的影片 那今天影片主要來跟大家聊一下就是NVIDIA的狀況 因為它在今天凌晨的時候公佈財報 公佈完財報之後股價就下跌 那看到今天AI的股票其實也是跌得滿悲慘的 那所以說今天的主題就主要跟大家聊一下NVIDIA 它到底是不是已經利多出盡 還是說這次財報它是不如預期的呢 好那影片開始之前呢 好習慣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先來看到大盤的部分 大盤在今天的狀況是下跌了106點 那其實像這種狀況大概也不會太意外啦 因為像昨天的時候就有跟大家提到說 你看像費城半導體 那時候我們跟大家講說這個地方 有個什麼 有個缺口 所以說昨天的 應該說前天的費城半導體 就是打到這個缺口之後就下來 那像是這種缺口的判斷呢 其實我個人認為說是一個 蠻簡單的技術分析啊 就是說我們在看那種遇到壓力的時候 就你第一個想法一定是說 它到底能不能夠突破壓力 那我們常常在看到壓力的時候 第一個想法是什麼 它能不能夠一次的突破壓力 這個是很重要 就是說像在昨天我們可以看到 前天我們可以看到像費城半導體 還有S&P500指數 它是一個只是亮針的紅棒往上衝 那像這種去衝到壓力點 附近的時候 你應該是要能夠一次的 去把壓力給突破 而不是說來到壓力附近 就掉下來 因為這種東西 它會跟所謂的市場的氣氛 市場的情緒有關係 就是說像我會看到說 它來到壓力附近 但是它上不去 這個是表示說市場的追價力道 就比較不夠 所以說當一個人看到 兩個人看到 比如說很多人都看到之後 你市場的追壓力道不夠 這個時候大家怎麼想 好那我就要先調節一下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昨天會跟大家講說 會來先做一些 調節的動作 原因就在這邊 就是說你看到美股的情況之後 你會發現壓力到了 但它卻沒有辦法一次的給你衝過去 那像是我沒有辦法一次的衝過去的話 那就會認為說 可能到這個位置 說不定就要開始稍微出現震盪的狀況 那只是說我們從現在的行情來看 其實你會發現說 整個美國股市 還是非常強 真的你試試看 像美股市大的指數 像不管是道琼 或像是S&P5指數都一樣 就是他們的狀況 其實都還是能夠去守在 所有均線的上面 所以像這種狀況來講 你要說整個指數就此結束嗎 其實也不太像 真的還不太像 所以我覺得從這邊來看的想法 就是說如果假設美國股市 它都還能夠去撐在一個 蠻高的位置的話 那基本上 我們就在這個行情裡面 就繼續找操作機會 就這樣去想 就我們雖然說從昨天的影片 有跟大家提到說 就是剛好壓力在這附近 但壓力在這附近不代表 就是說從此之後 就沒有行情 絕對不是 而是說在壓力到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先調節一下 那像今天就是 我會再補一些股票回來 就大概這種想法 就是說反正就是 如果指數高檔 然後就是做個調節 那如果跌下來的話 那再來補 然後去做個價差 類似這種概念 那再來我們看到像台股的部分 台股的情況其實今天 就是一個跟著美股這樣下跌 但我們來看到台股的狀況 其實你會發現 最近的台股也是一個 很誇張的牆 好那你看喔 像就算今天下跌好了 指數它都還是 就是守在 5日均線上面 那我們有跟大家講過 說這個行情如果要結束 如果要結束 那你要看到什麼樣的狀況 你會看到5日均線 往下穿過 10日均線 那才表示說這個行情 它可能要 從原本的上漲 然後變成是一個盤整的狀況 那目前來看 有到這種階段嗎 好像還沒有 所以說其實 就是我們通常不會對於行情 去預設太多立場 就我們不會去預設立場 像過去這段行情 就是漲了2000年的行情 很多人都會預設立場 說欸 掌到這邊來差不多了 掌到這邊來差不多了 所以我要放空 然後就發現一路被尬上去 對就是我們不會去做 預設立場的這個動作 當我們看到壓力附近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稍微調節一些部位 但是不會說 我就是開始做個反向操作 因為這種反向操作 它就比較偏向是一種 逆勢的做法 那通常 順勢跟逆勢 它沒有什麼對或錯 那只是說順勢操作的難度 會比較低一點 那你逆勢操作的難度會比較高 所以說如果我們通常在講 就是順勢而為 順勢而為 其實意義就在這邊 就是說它的難度會稍微低一點 那當然你可以 你可能因為說 行情比較高 指數比較高 所以你可以去調節手中部位 這是合心合力的 但是 如果你要逆勢操作的話 那我覺得說 這個相關的風險 就是還要記得一下 就是短鏡短注 會比較好一點 好那講完大方向之後呢 那我們再來看到像 昨天NVIDIA的狀況 昨天NVIDIA它公布完財報之後 每月早799 訂閱阿信的PressPlay 線上課程 每天突破一篇 技術面或是產業的教學文章 另外還有阿信自己 獨門的篩選強勢籌碼程式 YT頻道每週一到次 都分享股市的盤後整理與解析 週五會有阿信覺得題材不錯的個股 或是產業的剪輯影片 所有影片中 只要阿信有提到報告 都歡迎學生和PP訂閱戶 找助理索取 一般觀眾加入LIOT 附上影片按讚 並且訂閱的截圖 也可以拿到報告喔 我們可以看好像它盤前的股價 它是一個下跌的情況 來看一下 NVIDIA股價 好 這邊 就給你看看它現在目前 這個是它盤前的狀況 它還跌了1.74% 那有人就好奇說 那到底是不是NVIDIA的財報公布的不好呢 其實我跟大家講 不會 雖然說股價下跌 但是我們還真的跟大家講說 在這一次NVIDIA財報公布出來的數字 還是很OK的 還是非常強 為什麼呢 我們來跟大家稍微教學一下 首先呢 這個是這一份 這一份是昨天的 我們給大家看那個 Morgan Stanley他們的報告 那他有提到說 如果他在明年的展望 第一季的展望的話 他如果有到180億的話 那就算是一個優於預期 那我們從昨天 NVIDIA他的法說會提到說 他在明年財年的部分 他的展望是多少 200億 所以你會發現 他們比市場上原本的想法還要來的高 有喔 那你看喔 那他在這一次公布的財報數字是180億 其實也比市場原本的預測值還要來的高 那像這一篇是海通證券 因為他們之前也有估說 NVIDIA的那個營收是多少 其實你也可以發現說 他們是估多少 像是估大概190 190左右吧 106左右吧 所以說其實你會發現說 他也是比原本市場預估的 還要再來的更高一點 他們估就是 第三季的是164 然後明年的話是192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這一次 NVIDIA的財報公布出來之後 不管是他 第三季 第二季的財報 或者是他在明年第一季的狀況 其實都是優於市場預期的 好那講到這邊來之後 大家就會覺得奇怪 你明明就是公布財報優於市場預期 為什麼股價會下跌 好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要先來跟大家講兩個專有名字 一個叫BuySide 一個叫Saleside 什麼叫BuySide BuySide就是說 我們先講Saleside Saleside就是說它是專門賣報告的 像我們會丟出像Morgan Stanley 或是像是一些券商投過報告 它叫Saleside就是賣報告給別人 那BuySide呢 它就是自己有自己的一個龐大的資金部位 它去買這些報告來看 然後它可以去藉由這些報告 去做一個投資的想法 那個叫BuySide 那通常我們來講就是說誰有錢 是BuySide比較有錢 因為BuySide是它自己有自己的一個資金部位 那它是比較有錢來做投資 所以它是比較能夠去影響股價的走勢 那當然說Saleside 它也會對市場造成一些影響 不過BuySide的影響會比較大一點 好那所以你看喔 像在昨天的凱基的這份報告 它就有提到什麼 就是在這一段話 就是買方預期 就他們有去調查說就是在 這個是明年 明年第一季的時候 營收展望 買方預期是190億的美金 然後樂觀是上看210億的美金 也就是說其實 你會發現說如果以樂觀的數據來看的話 NVIDIA它這次財報大概就是 接近樂觀但是還沒有到 所以說我們會講說其實NVIDIA在這次財報 它算是符合預期到優於預期一點點 但沒有到真的是超出市場太多的預期 所以它算是符合預期 因為為什麼 它像我們剛剛看到像Saleside 像摩根森林 他們是估多少180億美金 那這個東西它算是符合 應該說這是Saleside的預期 但是BuySide他們預期說要到多少 BuySide他們是預期說要到 看這邊 100 211億的美金 這樣才算是優於他們的預期 所以這一次NVIDIA財報公布出來之後 它就是我個人認為是一個 還不錯的財報 但它就是比較偏向是一個符合預期 好那如果以股價漲這麼多來看 那你去想嘛 市場會怎麼想 就是如果股價已經漲了這麼多 我當然會希望說 你能夠丟出一個更高的預期 這樣才可以再繼續推升股價 但目前來看 其實市場好像看起來 對於這份財報就是符合預期 所以說也沒有太過度的 應該說刺激或是樂觀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說從這個狀況來看的話 就是說我們從NVIDIA來看 的確數字很強非常好 但是它就算是一個符合預期 市場的重點放在哪裡 放在說到底明年B100的狀況是如何 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重點就是說 到底中國這一塊 會不會在明年開始就往下 因為其實大家就很好奇說 你中國這一塊 因為像我們知道那個 它有出個什麼R20之類的嘛 就比較低階版的 那這個東西呢 它到底會不會 會能夠順利的出貨給中國 這個是大家一個比較大的問號 會不會因為說 中國的AI晶片的盡力影響 就導致NVIDIA它在明年第一季 他們的營收可能就是季減少 就比這一季來的減少 這個是市場上比較擔心的 那所以說其實在這個東西 我覺得大家還等的是一個什麼 更大的利多消息 就是股價漲這麼多之後 大家在等的是一個更大的利多消息 看能不能去刺激它的股價 好那所以說其實從這個地方來看 我自己覺得說NVIDIA其實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啊 但比較有問題的是什麼 是台灣這些的供應鏈 就如果從NVIDIA的採測跟財報來看 你會發現像台灣的一些廣達啊 技嘉 他們丟出來的數字 就真的沒有像是NVIDIA這麼強了 所以說像昨天財報公布出來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跌的比較重的是誰 其實是這些AI股 台灣的這些AI的組裝廠是跌的比較重 因為大家就會比較欸 你NVIDIA這麼好 你台灣這邊怎麼爛成這副德行 就像廣達他就有提到說 他第四季的狀況 我們就跟大家講嘛 他第四季的狀況他就是比 第三季它會好一點點 甚至是持平的狀況 所以說像今天呢 像廣達 然後像偽創 然後像技嘉 其實這些股票都跌得是有一點重 那當然其實這邊我們要跟大家講說 因為像這些組裝廠他們的問題是出在說 現在是缺掉的情況 那所以說如果假設 我們這樣假設 假設NVIDIA他的財測能夠丟一個 這麼好的財測出來的話 那基本上你可以去想說 未來這些台灣的組裝廠應該也不會太差 你這樣懂意思嗎 就NVIDIA他的財測已經能夠丟出來之後 200億美金他繼續上調 那你會覺得說台灣這邊的未來的營收會掉嗎 那個機率不高你懂我意思嗎 那個機率不高就是 雖然說他們今天股價下跌 但是我們還是就事論事嘛 就是你NVIDIA你的上游都已經告訴你 我的猜測要上調了 那台灣這邊呢 因為現在是處在一個缺料的情況 所以他們營收數字出不來 但是這個料源會不會在明年開始好轉 會啊 他會開始好轉 也就是說到了明年之後 明年第一季第二季之後 他們缺料的情況開始緩解之後 那基本上你就會看到營收數字可能就會有一個比較大的成長 那所以其實雖然說今天股價下跌 我個人也是覺得就是還好啦 就是也不用去想說啊就是 是不是AI怎麼樣出了什麼大問題之類 沒有就是目前從基本面的數字來看 那當然其實問題不大 那只是說這邊大家思考的重點是在於說 你為什麼你台灣這些ODM廠 為什麼沒有辦法拿出一個跟NVIDIA一樣好的猜測 那維音在哪裡就缺料 那所以從像這種股票來看 就是說這邊的觀察重點 就像昨天講的一樣 就到底五周均線能不能夠守好 如果五周均線還是能夠守得住的話 那基本上整體的問題應該就不算太大啦 那最討厭的是五周均線如果守不住的話 那就不要會提防說股價可能要再一次的要震盪啊 重新打底之類 那個就比較麻煩了 所以說其實從今天INVIDIA財報跟今天台灣的AI股價下跌 那我們的相反就是說 INVIDIA財測目前看起來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大家唯一比較擔心的就在於明年 中國這一塊會不會出現一個比較大幅度的下滑 但他從他的財測來看其實還是一個很很強大的財測啦 那所以說其實台灣這AI股應該 可能到了明年第一季的時候 他們的營收數字應該也是可以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成長 大概這樣來看 好啦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明天見囉掰掰